《时事焦点》 就一周来的国内外焦点新闻进行研究与分析 帮您进一步了解新闻背景与意义 《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 还通过韩广网站与韩广手机应用软件提供视频服务 欢迎您收听收看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焦点》 我是全债林 在中国多个主要城市 金百所高效 这个三个星期末的时候 就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风空抗疫后 就是先后多次放松 这个新冠疫情病毒的情况 做到限制的措施 中国政府在10月上 推出优化反空20条措施以后 在12月7号在此基础上 发布了新的10条 进一步方宽了新冠病毒防疫措施的规定 力争让防疫政策更精准的事实 而不是动辄对民生造成全面冲击 新10条已经不再强调了动态清零了 今天的《时事焦点》节目 就为了中国环节防疫措施 以及摆子革命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要求的是 台湾中央通信社 驻索尔特派记者 辽文杨记者 另外一位是索尔科学中国研究生院大学 黄飞教授给我点评 两位好 好 全教授好 先辽记者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时节碑》之后 就是好像是在中国多个主要城市 其实金柏所的高校 就是有了一个大国民的游行 情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状况其实是疫情爆发三年来 其实中国政府一直采取了非常高强度的防疫措施 包括封城 封控这些 那在这个制度之下呢 人民一般的到民生 比如说出门买菜啊 然后做核酸什么的 都是受到非常强力的管控 那在这样的管控之下呢 发生了几次 应该说发生了好几次 就是相关的一些意外 因为封控的关系没有办法及时去做救援 导致一些死伤这样子 那这次白子运动最 被认为最直接的引爆点是乌鲁木齐的火灾嘛 那因为他们封控的关系 那个说公寓都被铁条封住了 那因为传出了火灾之后 就是因为那些铁条 大家在里面没有办法 无法救援 然后自己也无法逃生 然后甚至有很多就是 虽然就是在网路上 可能会听到一些现场 就是说会听到在里面 就是说救救我们 放我们出去这样的声音 那让大家觉得说 在这样的封控状况下 这样的状况很有可能 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后开始去实际的站出来 就说希望那个封控的措施可以放宽 然后听听人们的声音 这样子开始有了这样的 不过那个海外媒体一般都 世界杯之后呢 就是好像是看 观看那个世界杯的比赛之后 老百姓在有一种心理上的变化 您是怎么看的 这种因素会多吗 注意力被转移的 我觉得这个影响是蛮大的 就是说你的注意力 被从这件事情上面移开 那不只是世界杯 还有最近那个前领导人江泽民 过世的消息被放出来了嘛 那都有感觉上都是一些 很容易转移焦点的一些大议题 那像是这次白纸运动它主要诉求 又是放宽 风控这些防疫措施 那也可以看到就是 党中央其实有做一些改变 那感觉就是说 哦被摸头了 那又有一些别的事情 可以转移注意力 那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凝聚力 或者是关注力道 可能就会因此结果 那一般海外媒体认为呢 就是这次的那个大规模的游行 到底是 呃 中国老百姓不太愿意做这个PCR核酸检测 放一种 呃一种疲劳感 或者呢 就是说政策上的错误所导致的 您是怎么看的 呃 呃不愿意做核酸 肯定可以说是一种对政策上的疲劳感吧 就是说 呃有太多的 呃你说跟以前的环境比起来 现在虽然 中国内地的人民 就是接触到外界的资讯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可以接触到的人变多了 那他们自然就会去比较 就是说自己国家跟 呃临近的国家到底 措施上面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会看到的是非常大的不同 嗯 就是说 比如说 呃那个核酸是每个人都要去做 嗯 那从网路上 流传的一些影片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们可能去做 的方式跟 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费 可能做的也不是很符合规范 嗯 那他们看了就觉得这样子是不符合 不符合 不不不不不不太合理的措施 那他们自然就是会有一些 想法就是说那为什么别的国家可以这样 那时候就不太了解啊 那中文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那黄教授 嗯 被称为那个百质革命的防疫游行啊 就是主要原因你是怎么看的 呃实际上刚才咱们也谈了很多哈 我觉得实际上层层加码的做法 引起了这个民怨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每个就是定一不定的周期 这个国务院的这个联防办呢 他会开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都会说精准防疫哈 精准防疫的意思呢 实际上是不放过一个阳性的 就是阳性的要出来以后 可能要封整个的小区啊 就原来这个风的面是很大的 所以呢 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呢 就感觉一直有阳的话 那么他就一直出不来 那么他的生活整个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而且还会很受到很长期的影响 然后刚才也说到乌鲁木齐的火灾的事情 确实有很多人是可能会感同身受 因为像北京上海有很多老小区 然后底下也有很多那种停车 乱停车的这种现象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视频 就是一些这个消防车进不去 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能在一些大的城市里头也会出现 而且当时这个我觉得地方政府 为了这个动态清零 为了去保住自己的这个官位 做了很多很极端的这样的 就是不符合中央的这种防控政策的 这种这个层层加码的这种政策 导致了就是很多的居民就觉得说我们其实已经长期都在家里好几个月了 为什么还不能出去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在高校 就高校有很多的学生 然后会这个提起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合理的意见 就是大家就觉得这个防控实在太严了 因为高校我们知道的就是一直好像从这个今年开始就一直是在上网课 好像是在学校里上网课 所以呢 就是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在学校里又是聚集起来上网课 也没有起到一个分散的作用 而且呢 学校里面的一些设施可能应用也是有诸多不变的 比如说什么图书馆啊 或者其他地方都不能去 所以我们看到新的20条和新10条实际上都有提到高校的管理的一些 就是专门针对高校管理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原因可能是主要是 学生主要是不管管理上的 主要是这个校方的管理太严格 而且就是校方就是 我听到好像说这个11月份的时候 因为这个富士康的事情 就是这个河南富士康这个出走的事情啊 就员工出走的事情 然后呢 有一些高校采取了这种集体拉出去隔离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个就更可能就激起了大家的这种就是不满 所以呢 可能这个就怎么说学生还是这个意见会比较主动的表露出来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种就好像是一种这个这种群起而这个分起了这种感觉 十一中心的时候就是习近平亲眼说就是东台精灵不动摇 还有那个十一月初的时候呢 就是二十条的规定措施也出来了 那三个星期呢 就是好像缓解那个防疫措施的政策 就是十条 对的 新十条 新十条 跟过去的二十四条有什么区别 对我们说一下这个二十条实际上很多嘛 而且呢 其实每一条都很长都蛮长的 然后呢大家要去学习的话 其实很很费这个费劲哈 但是二十条我觉得精髓可能就是入境隔离 从7加3变成了5加3 这个当时好像这个外国媒体也报道了很多 因为毕竟跟这个出入境有很大的关系嘛 大家都想回去哈 然后这个二十条呃 其实还是在强调这个动态清零 就是还是在强调严格防控精准防控 所以呢二十条之后呢 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 而且呢这种地方的层层加码还是有存在 所以呢在十一月三十号的时候 这个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呢 就在这个国家卫生健康的 这个召开座谈会的时候呢 他就说是需要这个 就认为这个奥密克戎是一个 就是致病例就已经是缓解了 就是不用这么这么着 这个很很严格的去防控哈 就是说新形势新任务的阶段 所以才在十二月七号又公布了这个新十条 新十条实际上好像公布完了以后呢 大家会觉得说跟那二十条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最近听到一个词 就是非必要不核酸 就是很多核酸点都撤了 就是很多核酸点都撤了 就是大家现在好像新天的一个烦恼 就是不知道到哪去做核酸 就是需要核酸的地方还是有的 但是呢很多的核酸点都撤掉了 不过那个中央政府说的跟地方政府的措施呢 好像是感觉上好像三有政治下有对峙的感觉 但是呢现在就是与二十条的时候哈 这个地方政府还是层层在加码的 但是新十条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反着的 就地方政府好像卖的步子更大一些 然后呢当地的市民呢 还有一些老百姓呢会觉得说一下子就不管了 比如说进地铁现在也不用查这个核酸了 然后48小时呢就就好像是行通虚设 因为只有到娱乐场所和堂食才需要48小时的核酸 难怪这个星期开始这个涨了这个机票 对对对对 就大家现在都蠢蠢欲动了 是 不过呢总的感觉好像是三月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孙春兰去上海的时候 他不是说那个封城要两三天之后就可以解吗 然后就是李强是吧 李强说三个月 我一直到三个月了 所以中央的政策跟地方的政策 好像是项目之间有一种反差 那了解者啊 就不少那个外媒啊 就是报道这个中国的疫情的时候 往往把那个百字革命跟那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比较 或者是对比 有什么公众点的差异点呢 呃一方面是可能六四天安门事件 是我们近代以来 最近的一次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有大规模 呃抗疫示威这样的活动嘛 那很容易就去联想就是说 会不会跟当时一样就是造成这样那么大量的死伤 再加上就是呃现在中国呃政府采取的呃措施 也是比较高压的状况 那有没有可能进行那么 又有又有前几年就是香港的例子在前面啊 有没有可能进行那么呃强力的镇压行动 就是大家都很关注 所以一很容易就会把六四提出来做对比 那白纸运动刚好哦刚好因为那时候六四又是呃 以悼念呃胡耀邦胡耀邦对的名义去做一个聚集嘛 那刚好这次白纸运动期间 然后又有江泽民过世的消息释出 那就会不会有人猜测会不会大家就是用这个比较合理的 嗯就是悼念前领导人的理由去做聚集 然后进而做示威这样子 嗯会不会那个影射那个触动的那种现象 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但是就是以其实以这几年中国政府的呃做法来看 然后他们很惯用就是转移转移注意力的这个手法嘛 嗯就是比如说在有一些比较大的议题 他们可能觉得呃有损中央政策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放出一些呃比如说比较大的演绎新闻啊 然后是其他的消息去转移这个注意力 但是目前看起来呃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对目前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这个江泽民这个消息出来的效果是转移注意力比较大 嗯那那黄教授啊那个最近那个习近平首都更承认啊 就是疫情导致了抗议啊如何研判那个摆字运动的一种效果 上个月他还强调说动态清零不动摇啊 但是最近好像在提那个那个失调新失调的时候呢 好像再也不提什么动态清零 你觉得动态清零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呃其实我现在觉得说就是动态清零并不是目的啊 就是保护这些老者哈 因为中国确实老年老龄化也比较严重 而且呢哦你去你去问一下老百姓的就是老百姓的认知和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太多对这种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他还是很认可的所以呢现在撤掉核酸点 有很多人就觉得还不方便 就是他们其实做核酸是已经成为一个日常了哈 当然有一些这个好像比如说那些隔板呢 一些这种非常就是极端的这种防疫政策 的确是需要这个撤撤消的但是呢就像就像 就像习总书记好像是在欧盟的就是去欧盟的时候哈 好像有这种就是对这个发表了一些看法 就是说这个年轻的学生感到沮丧啊这些 当然没有这个没有正式的这种确认哈 也许是一些小道消息而且呢也许跟他原话也有一些出入 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但是呢确实就是说这种这种民间的合理诉求 肯定是被中央听到了而且呢地方上的这种层层加码 实际上每一次国务部院的联防的这个记者会都在强调说 不要一刀切不要去这么这个就是好像防得很死 实际上是要精准防控的就是一直都是这样这样说 所以呢现在实际上看到现在的形势来讲的话 这个大家都在这个整个的媒体都在宣传这个奥密克戎 痴病率很低致死率很低然后呢感染力很强 所以呢大家就防防一下但是呢防不住的话就在家里 好好的因为现在可以自家隔离了嘛 那么自家隔离可能一个月一个礼拜以后就好了 就可能跟我们现在韩国实行的是差不多的一种方式哈 那么呃我觉得倒不是说就是一定要承认说失败或者是胜利哈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关乎年生的去年9月会议 去年已经是胜利过了哈 所以所以所以现在其实尽快的要开放可能是这个重要的 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强调了明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 所以呢现在呃非必要不核酸还有这个就是呃这个这个愿检进检 实际上这些呢可以说是这种呃政策的一个防疫政策的一个转向 而且呢国务院已经发布了这种比如居家隔离的一些手册啊 可如果这个在这种医疗条件还不挤兑的情况下啊 实际上呃应该是会有序的退出啊现在的这种 现在的疫苗啊或者是这种怎么说呃 这个资料的情况是现在怎么样 对就是现在疫苗呢就很多的外界的媒体呢会担心说 因为第三针确实接种的率不高 但是呢也有也有一些科学家呢说这个 因为我们打过两针以后呢呃你其实这个身体的免疫就有记忆了啊 就是说呃你不管是一年 因为他们打了两针34亿次的这种接种嘛 实际上还是比较普遍的都接种过了 但是呢因为呃隔了一年多嘛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抗体 但是呢也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说只要有一些免疫记忆还是可以的 因为奥密克戎现在毕竟是比较轻的一种反应 嗯所以呃现在也不好说就是现在因为刚刚开始大家还是比较的 因为我觉得好像比韩国的民众好像中国民众更积极的去应对这些事情 好像还是比较主动的 现在大家也没有说呃怕的要死然后在家里就不出来 现在其实还是蛮正常的嗯 去那个台湾方面的报道说就是12月19号的中国讲要死刑那个2加3 还有1月9号要0加3这个对对对 你认为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哦就像之前 那只隔了三个星期就有变化这么大呀 因为因为像我我了解到的12月7号颁布新十条以后呃就不过几天的时间吧就有很多的地方都有一半人就感染了就因为这种传染力实在是很强 嗯那么一半人感染以后呢再一半人感染这个差不多可能三个礼拜之后可能就差不多有50%以上的人就感染过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呃出现的问题那么赶紧及时解决 那么我觉得现在中央的意思是在春运之前要大量大量的感染感染完了以后呢就基本上每个人都像接种了一个奥密克戎疫苗一样啊 然后呢这样呢就可以放开春运就不会受到影响嗯 这看的比较乐观了不过那个春运期间也许是扩散的一个最容易的那个时期啊就是这样继续要观察啊 嗯但是呢一个中国方面的一种缓慢这个防疫措施呢其实不光是对中国老百姓也好啊 为了那个经济的那个兴起的一些周边国家或者是世界经济方面也是比较关注的一点了 对好今天的十字交点节目到这会儿就谢谢收看下周见再见 下周见